最近沒有什麼旅遊計畫 但我很想要去西班牙 因為我想他們有個節日叫亡靈節 然後那個節日滿特別的 就是去一個很盛大的慶典 然後去紀念自己的祖先 其實它的典故就是他們有一句話說 人有三個階段的死亡 一個是心跳停止 一個是下葬 第三個就是被遺忘掉 所以這個節日的由來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節日很特別 它不是哀傷的氣氛 然後它是一個很開心的狀態去紀念祖先 然後朋友知道這件事他就會說 你幹嘛去歐洲參加清明節 我是那個可可夜總會的那種 對對對對 我自己本身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還蠻常出國的 就是去美洲、歐洲 然後甚至去到埃及我都去過 但我真的覺得亞洲才是我心中 最喜歡的Wonderland 我覺得亞洲的食物真的太好吃了 在國外真的是 是享受不到我們亞洲的食物這種 就算是有中式的餐廳 但是完全不到底 我覺得亞洲真的是 還是我心中的第一名 那對象的話是歐美還是亞洲 對象什麼意思 喜歡的對象類似 只要喜歡小動物 都可以 長得不要算太差 咳咳 咳咳 怎麼了嗎 對啊 怎麼了嗎 沒有啊 我還沒想到到我一點 哈哈哈 哈哈哈哈